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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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感謝你們 OK今天是7月5號來玩我們的重裝戰機 那7月4號的晚上時間有發了一個20張的那個抽抽券 FB點贊的一個活動吧 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來看一下招募這邊我也多了20張 這個 N1RV兌換券 那 就拚看你要拚哪一個詞詞啦 我建議還是抽明日香 明日香好像有破盾的技能吧 因為我們知道使徒好像會放盾啦 那目前的主流都是明日香或是菲比亞 大家推薦的啦 那如果你要用那個泰西亞應該也可以 我是用泰西亞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昨天的排名是300多名 我剛剛已經把獎勵領完了 所以我是20抽 這邊卡池 我有20張嘛 這個ID卡 那就抽一下 反正都是這些記憶啦 記憶就是要那個 新的系統吧 再抽取一下 好 那就沒啦 我來看一下我現在的排名好了 應該掉下來啦 因為我就 就昨天晚上 7月4號晚上就刷一刷刷一刷這樣子 然後把它捐贈一下 看一下 喔還在300多 哇好300多 如果要拚的話也是可以啦 我再看一下 獎勵的部分 我要拚到200喔 我現在是200到500中間嘛 喔拚到 再拚上去多10張啦 這是 脈衝矩陣 就是縮短10分鐘的 那這是給你電力30點 然後這個20 就差10張啦 更正一下 要衝到 100到200喔 就要拚一下 我昨天的打法是 花那個150個金石 然後埋一下 埋一下這個使徒來襲的這個門票 然後我就刷了幾場吧 然後這邊每天都會有那個更新次數喔 你們要注意一下 我一開始沒注意啦 也就是說一天好像有兩次吧 這個次數會更新 然後 然後 我昨天看到是兩次還有另外一個時段 那我現在目前只看到一個時段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這個是第10使徒 哇這是新的吧 天吶 你要從頭打喔 不要從簡單普通困難 因為我昨天打的是第9使徒啊 那困難的也有過啦 困難的過法就是 我後來打法就是 上那個 我看一下喔 泰西亞 天鷹 殭屍媚 然後還有那個 呃 大家都說那隻叫迷媚啊 我來看一下 大家都叫他迷媚 我看了一下討論區大家是怎麼稱我吧 就是很迷的迷啊 迷宮的迷 迷媚 我這樣子還是能過 只是刷的時間有點久 就放著讓他刷這樣子 哇 本來想要展示一下說 哇 這樣就沒辦法 呃 不然我就直接打打看好了 好不好 我再打打看 因為第10使徒的話可能也沒打過 那我先換一下我的組合 因為簡單的話應該不太需要用到 應該這個組合就能過了 我現在這個組合是大概37萬啦 就是 這邊都有那個 一段化嘛 所以是SSR 然後這隻也有 SSR 然後這個 這個德洛的話啊 晶片還沒有 一段化 是可以一段化的啦 我的資源一定是夠的 只是還沒用 這個晶片也可以一段化 那就來打打看吧 不然怎麼辦 本來我想說演示一下 打困難的 怎麼打 那沒辦法 那這邊因為我沒門票嘛 我直接買了 買三張 然後就來打 打打看吧 呃 簡單的話應該不會太難 應該很快 哇 他長的長的 比較奇怪一點 因為那個 這個 連動活動的這些 以前有看啦 但是沒有 沒有記住他們的長相 這些使徒每次都 很緊急的出現 然後就 他們就出動然後把他打敗 就無印戰士啦 那我們順便來看一下這個 簡單的那個 給的東西到底是多少啊 這也沒研究 傷害 大概是這樣 10個這個 經驗藥劑 然後這個是初級的5個 中級的5個 好 很少 然後如果你要再打 普通的話可能會有難度 我直接上沙維琪好了 就是迷妹 大家說迷妹 老醒一點 不然又要浪費時間 那我直接把那個德洛給換掉 那昨天有網友問我說 我的沙維琪用什麼武器啊 我就用那個怪羽線彈槍啦 但是我覺得怪羽線彈槍他有個缺點 他是近戰 打挑戰的時候他太近了 我就被秒掉 就這個 怪羽線彈槍 然後可能要換一些 不要用攻擊或暴擊 可能要換個有攻速的 或是加一些防禦的什麼的 不然他一切就飽了 這個晶片應該換一下 可以換 換這個好了 換60等的 這邊有60等 只是沒練 這個吧 這個就看那個 箱子給的啦 把它強化一下 就是現在不是箱子都會給這種 比較強的晶片 不是一般晶片 我把它鎖定一下 雖然不可能把它賣掉 比方萬一馬把它鎖起來 來吧 第10使徒 看一下喔應該沒問題 我應該沒打錯吧 我退出一下我再確認一下 反正你撤退的話他是不會call你門票的啦 所以請放心 對啊普通 好沒問題 那這邊掉落的東西已經顯示在這了 就沒問題都是5個吧 好像都是5個 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刷那個困難的 刷困難的效率最高嘛 CP值最大 這樣你才可以去真排名 我覺得 我是可以拚到200名內啦 我覺得我可以 因為我的那個 金石 金石夠多 就看我要不要而已 這個也是有會吸收好嗎 他有護盾 而且他之後還會這樣放 好我們放這個櫃子 怕他擊退我們 他不是會擊退我們一下嗎 上次第9使徒會電我 我們被電就暈了 他就不會擊退我們 就不會被打斷 那 那待會再打打看困難的狀況 呃 我昨天打第9使徒的時候 我覺得困難 我會打很久 表示我戰力其實不夠 因為我是把 神上換成天衣 這樣更難一點 就幾乎滿血狀況 只是會打很慢 然後每天補充的那個次數 你就要記得 那個時間趕快上一打 因為他是1分之1嘛 感覺他不會累加上去的 有點被限制說那個時間 你就趕快上一下 OK這個 普通蠻圖應該還好啦 應該還好 雖然我有受傷但是應該還好 那大家會推薦的就是 明日香到菲比亞 菲比亞是無視護盾 你看他又護盾 又一大格 又一大格 然後 菲比亞就無視了 他明日香好像也是 我不知道他的 他是怎麼樣 因為他的技能 都還沒去看過 沒有實際去看 因為我想說我又沒那隻 大家的心態都跟我一樣吧 就當你沒有這隻角色的時候 你就不會想要去看他的技能 沒有啊 沒有 沒有 小痛 喔小痛 就只能靠派西亞跟 怎麼這個 是不是壞掉了嗎 一大片那個粉紅色的格子 人家不會每天出一個不一樣的師傅嗎 只能弄這個啦 挑戰的話我真的 打不太過 他的推薦戰力是四十幾萬啊 我是沒辦法打得過 我們待會可以試試看啦 OK 獲勝 一樣啊 泰西亞太強了 一樣是靠泰西亞 那一樣都是5個啦 那這個經驗道具是10個 你有了經驗之後你就可以來這邊科研吧 你就升級啊 你看我現在已經5等了嘛 快6等然後你這個就一直解鎖 然後就完成 完成 完成 我昨天說每日任務5個很難完成但是現在看起來是還好 你看一下每日任務 這個沒問題 這個抽抽我待會抽一下就好 我剛才已經抽了啦 我已經抽了 然後這個也沒問題 這個我待會刷 少當就可以了 然後研發5次對不對 一天5次的話其實還好 為什麼這麼說你們看 這麼多 就可以開始研發啦 但是前提是 你要那個物品計劃書 有計劃書就可以就可以研發 但是時間會越來越長 一開始一個小時嘛然後之後有一個半小時 那現在有三個小時 但是你之後你這個等級越高的話你就可以開鎖 也就是說你一次可以做5個 5個的話那你每日任務就完成了 你就每天做5個就好了 但是你的那個 計劃書就要50本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換一下我的組合 我昨天打那個第九史陀螺畫我是這樣子 我是 直接換兵 那戰力會低很多因為 都沒有那個一段畫 天鷹 天鷹這個如果你沒有的話也是尷尬 對吧 新手沒有 因為現在只有復刻到林末良 還有泰西亞也復刻過一次 天鷹應該還沒有復刻過 就這樣 所以我戰力就掉下來就28萬而已 來 來打打看吧 如果太久的話我就退出啦 應該會蠻久的 齁 就打打看 你看他這邊40萬但是我只有28萬了 還是可以磨死他 怎麼了 喔OKOK確定 不管他 磨死他是因為我們雙奶媽嘛 然後一個 減傷 護盾 大體盾 所以我的輸出只靠泰西亞 說明你可以開始先不要防 這一隻推薦戰力是40萬喔 我覺得如果你不用這種 不用這種奶媽的組合的話 我覺得要60萬吧 5060萬的人才可以贏過嘛 直接靠傷害直接 把他擬壓過去 我是這麼覺得啦 不然這邊要打爆啦 你看他 真的沒受傷啊 盾還那麼厚 我會放天鷹啦 其實可以放 拿起來拿起來 這很浪費時間啊 幹嘛這個天鷹就浪費這個時間 我待會用個菲比亞看看好不好 把那個泰西亞換菲比亞 又無視他的盾啊 真的無視 試試看那個效果怎麼樣 如果沒有明日香啊 運氣很好的人 可能一開始就抽到了 20抽就抽到了 運氣超好的 啊不是每個人運氣那麼好啊 好要打了快一分鐘喔 才好不容易打掉他的盾 呃正常是打 昨天打了快七八分鐘 打了慢搞不好打超過十分鐘 他就一直放盾啊 一直在那邊放盾 就打不死他了 大概大概打個 打到這邊好不好 太子 打到太子看我 如果他又放盾的話 我就不理他 我就退出 好他放盾了 天啊又放盾了 沒有沒有沒有看錯 然後我覺得我們現在被打蠻痛的 我是不是中斷了 因為他會飛來飛去 喔我的盾中斷了 我的那個 銘美的盾 剛中斷沒有放出啊 看起來是因為他飛來飛去啊 跑來跑去 好厚的盾啊 好厚的盾 如果你真的沒辦法 那你就刷普通吧 不要刷困難的 沒辦法 你就多花點精神 如果你想拼排名的話 這隻比昨天那隻還難打 應該是沒有盾 快沒 快沒 OK 又補上來了 他就放盾了 那應該可以啦 還是可以 可以堅持一下吧 打超久了啦 效率很低 好特出喔 那我換菲比亞看看 我的菲比亞就很一般啦 因為沒有異端化什麼都沒有 反正就試試看吧 戰力應該會更低 整個這個暴敵吧 在這裡 菲比亞 有沒有不到20萬了 已經完全不到20萬了 中了晶片中了晶片 派西亞的給他好了 這樣應該要拉起來 OK要拉起來了 但是只剩21萬啦 就是 連28萬都沒有 22萬左右 好慘 好慘啊 反正就試試看 打給大家看看 困難嗎 困難嗎 開始 接近22萬的戰力 那 無視盾嗎 待會看一下吧 好久沒看他的技能喔 有感覺嗎 這麼感覺他沒什麼 有什麼受傷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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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受傷 很很小一格 超小一格 應該是這麼說了啦 靠他的話 盾沒打掉的話 別人還是打盾啊 只有他是 無視盾 就另外三隻的輸出還是都在打盾 好放到這個 重傷 受傷增加 這是殭屍妹的 重傷是飛比亞 飛比亞撐不太住 這個組合撐不太住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只能讓他天翼的奧義放早了 買不太起來 我覺得這隻比昨天的還要蠻大 他會衝來衝去 可能要用迴避 可能你要用迴避不要讓他衝 用迴避好了 不然他有點痛 就是他那個束帶 我幫他這種攻擊 就是一個 這個帶子 黑色帶子的攻擊 就如果你蹭不住的話 你就調整一下陣子 用迴避來看看 那我是覺得打起來是很慢 好像比較快 剛剛泰西亞拿到泰智 那 飛比亞沒有比較快 因為剩下三隻就變成說 都在打他盾而已 他盾都破不了 那你們再去看一下你們的組合吧 我就覺得我的話還是用泰西亞 我的話還是只能用泰西亞 然後如果你 哇你看這邊蹭不太住 蹭不太住 蹭不太住 你當然還要蹭不住 OK 那我自己待會再掛掛看吧 看要掛多久 一場 如果太久了 我就不掛了 我就放棄了 太難了 遊戲太難了 OK 我這邊看一下我科研還可以升級 應該可以升級了吧 我剛剛升過不行 那那個提升的話你就解鎖了 當你科研三等之後你這邊就解鎖了 你看我現在吃有這個你就可以 你就隨便看人家先升什麼吧 什麼叫戰術任務時間減少 不是很了解 這邊有攻擊啊 攻擊力 當然要攻擊啊 讓打比較快啊 然後這是能量獲取嘛 耐久的話要能量獲取三喔 抵禦史儒攻擊 我覺得 我應該要先 先這個吧 我想要先這個 哇 要7等啊 科研要7等 到處鎖真是的 我科研現在才5等而已 真是的 OK那今天就先這樣吧 介紹一下 怎麼打吧 我的打法是這樣 那 挑戰的話就有點難啊 挑戰真的有點難 但是你挑戰過才可以打這個啊 才可以拿到這個 這個應該就跟你的身心有關啊 很像加油棒有沒有 很像加油棒 因為我現在沒辦法看 沒有任何角色 很像那個天鷹的加油棒 你要升星啊 還是要升級啊 什麼的 就是我們機師不是都可以 可以訓練嗎 可以訓練嗎 那他一定不是 不是吃這個啊 改造的話他也不是吃這個啊 他有自己的東西啊 然後靜靈一次啊 就是吃那些他們自己的東西啊 好 那像那個 像這個天賦的話我們是吃記憶嘛 他們也是吃記憶啊 我們那個 卡池 不是卡池 他那個抽池子用那個ID卡也是抽那個記憶啊 OK大概是這樣吧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目前的玩法 那 是可以 是有辦法可以 進前五百名啦 那再拼一點的話 進前兩百名應該也可以啦 就是你把你的金石花一花 然後去每天去刷一下 跟大家競爭嘛 競爭很激烈 看大家強不強強 我是隨緣啦 隨緣 有就有 沒有就算了 OK那就先這樣囉 這一期 希望對大家有一些幫助囉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重裝戰機再見 大家掰掰